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光 今天我們要來挑戰我們的神燈精靈第四集了 沒有想到這個系列我們竟然可以拍到第四集 大家前三集對我們的熱烈支持 還有大家出的題目我們都有看 那這一次我們的題目呢 也是從我們的觀眾裡面挑出一些呼聲很高的 不過呢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有些題目你們出的小光不了解 那如果我對這個角色不熟的話 我去選很有可能會選到一些有誤差的 假如他明明是四的結果我選到否 所以有時候我還是會去想一下 到底要不要選大家選的那個角色呢 因為我有些角色真的不太了解啦 不過沒有關係我們還是挑出那前幾名 大家被頂到最上面的那幾個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找幾位人物來挑戰我們的神燈精靈 那這次呢一樣只要有破兩千戰 我們再來挑戰他 上次的四郎呢差一點就打贏他了 應該吧我打了二十幾題 三十幾題 這一次呢我們要選一些更困難的 不過前面呢還是依照慣例 選大家最想要看我選的那些角色 到底能在幾題內被我們的神燈精靈猜到 那我們就開始第一題吧 大家也順便來猜猜看我們現在猜的人是誰 OK Let's Go 第一題 你描述的對象是女性嗎 這一次不是女性喔 你描述的對象是YouTuber嗎 欸他是YouTuber喔 喜歡麥塊嗎 呃 或許是吧 或許喜歡吧 或許喜歡 你描述的對象是戴眼睛嗎 我記得他沒有戴眼鏡 否 呃你描述的對象是台灣人嗎 這一次不是台灣人 這一次不是台灣人 欸 是喜最愛的電影人物嗎 不是 他有言過打架吧 鬼神嗎 沒沒有 鬼神 這是什麼 這是哪一部 他和吃東西有關係嗎 沒有 對象講中文嗎 他不講中文 他不講中文 他是否全身裸體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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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有留鬍子嗎 哇 我想有留一點點小鬍子吧 一點點小鬍子吧 有有有 算有留鬍子吧 呃你描述的對象字母有P嗎 好像沒有P耶 沒有P沒有P 呃呃呃 你描述的對象是綠色嗎 你是不是想要猜我們上一集猜的人 不是 你描述的對象有西班牙血統嗎 我想一下喔 他有沒有西班牙血統啊 他 他 他沒有 他沒有 他應該是美國人吧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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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youtuber嗎 哇 不止百萬 不只百萬喔 他訂閱數有超過一百萬 喔喔 哦 超過 超慘喔 超慘喔 描述的對象是粉紅色嗎 他應該不是粉紅色吧 呃 你描述的對象是美國人嗎 是 是美國人 哇Mr.Beast太快了吧 太快了吧 他也没有问我说 他是不是很有钱 然后一次都抖泪十几万 或者是一万的美金 没有问耶 直接就猜到了耶 一起太简单了吧各位 好我们第一题 又顺利的 没有错 又很顺利的被我们的神圣经理打败了 那我们接下来第二题 第二题也来出一题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角色 哇Mr.Beast 竟然被拆了一千七百八十次而已 各位猜起来啊 这么有名的实况主 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 这一题呢 我们猜大概二十五题内 应该就会被这个神圣经理找到了 不过我相信很多人也希望我猜这个角色 那没关系 我们就来猜猜看吧 你描述的对象是台湾人吗 不是 你描述的对象是游戏实况主吗 他是游戏实况主 你描述的对象是绿色吗 诶你怎么那么爱拆绿色啊 我不是开武恒模式吗 你描述的对象是女性吗 哦 是女性而且超香的 好吧 你描述的对象是海洋生物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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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个方向 虽然差不多了 不是 呃他是游戏或动漫会出现的角色吗 可能未来会有吧 我不知道 现在不是 撞球选手 不是不是撞球选手 他是金法吗 no 不是金法哦 他跟动物有关吗 跟动物无关吧 你描述的对象是四个字吗 诶 是四个字哦 诶 是四个字哦 诶 你描述的对象他很悲惨吗 他很悲惨吗 我觉得他不悲惨啊 他还还蛮不悲惨的 你描述的对象有一袭红衣吗 哇 不是吧 十二题耶 十二题耶兄弟 呃 呃 是 呵呵呵呵呵 你描述的对象他头上有脚吗 没有脚吧 不是那个角色吧 不是不是不是 你描述的对象有小丑 鼻吗 没有小丑鼻吧 没有啊 你描述的对象是水手或海盗吗 啊哈哈哈哈哈哈 我好想说不是哦 可是他是没错他是 哇 十五题 我们的 我们的船长 十五题直接被拆到 我的天哪 哦好香哦 是啊 是没错 我们看一下我们船长被拆了几次哦 船长被拆了六千八百一十九次 各位拆起来啊 怎么只有六千八 给我拆到两万 呵呵呵呵 哇 十二题就拆中耶 好扯哦 我们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难倒他 没有 我们前两题真的只是 真的只是给观众好不好 开始了好不好 我们第三题 要出一点困难一点的 我们这一次来出一个 哦 我出我 我出我爱的人好不好 我出我爱的人 我来看一下哦 我看一下 我看我我爱的人他 大概几题内可以猜中 依我对这位人的了解应该很熟悉 所以我应该不用担心 我会选错题好不好 来 第三题 你描述的对象是女生吗 不是 你描述的对象讲中文吗 哎是 我很想知道他到底可以在几题内猜到 你描述的对象戴眼镜吗 他没有戴眼镜 你描述的对象是游戏实况者吗 哎是 我们来读乎看 大家来猜一看我这一题会猜谁 然后呢 大概能几题内猜到 下方留言 你描述的对象是台湾实况 麦块实况主吗 不是吧 不是吧 他不是 他不是 可是他有玩好不好 他有玩 可是他不是 他名字跟D有关吗 没有啊 他跟D没有关系 你描述的对象是传说系列的吗 不是 你描述的对象是台湾软 是 他玩麦块吗 他有玩麦块耶 怎么办 是他有玩麦块 他跟 描述的对象跟阿神有关吗 有 有点关系耶 有点关系耶 怎么办 可是那也 啊 这样算有关 这样算是吗 是吧 你描述的对象跟光有关 我怎么觉得他会猜我啊 怎么办 我觉得他会猜我耶 是 他是否M1中的成员 不是 他是尾声实况主吗 哦 你看想猜我是吧 不是 不是我 不是我 你描述的对象姓李吗 十四题耶 是 你描述的对象姓李吗 你为什么要问两次 是 你描述的对象他在12月出生吗 不是 他没有在12月出生 你描述的对象有猫耳朵吗 诶 等一下 他最近的图片有猫耳朵耶 诶 或许是吧 你描述的对象是一位父亲吗 他才不是我父亲了 你描述的身材大吗 不知道 应该没有很大吧 李厅 哇 不是吧 这样都能猜到李厅 太扯了吧 太扯了 太扯了太扯了太扯了 你问的 这个对象都没有问到很关键耶 好啦 虽然他问李好不好 可以 好 算你赢 可恶 李厅这么快被猜中 李厅被猜了1595次 李厅啊 加油啊 我们接下来猜第四题 哇 等一下 现在十四题 十二题 二十几题内都被猜到 哇 怎么办啊 还有什么可以打败我们的 我们的神灯精灵啊 啊 我知道了 我们来猜一个 不是台湾人的好了 我们来猜一个 也不是美国人的 我们来猜一看这位 这位也蛮有名的啦 我不知道神灯精灵 有没有办法 顺利的猜出他来 好不好 来 第四题 带来猜一看 小王到底猜了谁啊 你描述的对象是女性吗 不是 他玩麦快 他不玩麦快 他玩麦快 他玩麦快就很好笑吧 他是台湾人吗 不是台湾人 你描述的对象是YouTuber吗 呃 不是 他不是YouTuber 他讲中文吗 讲中文 他超过三十岁吗 超过了 超过三十岁 他是政治家吗 不是政治家 名字是三个字吗 不是 两个字 有手机吗 有 有 有手机 谁没有 现在谁没有手机 你描述的对象是演员吗 他是演员耶 他曾经是演员 他曾经 他曾经 他有演过戏耶 好吧 是 对象有小孩吗 有小孩 呃 你描述的对象 擅长中国功夫吗 不 不擅长 不擅长 你描述的对象是队长吗 他不是队长 他不是队长 你描述的对象姓王吗 你描述的对象是新加坡人吗 他是新加坡人耶 十六题耶 不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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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卖鱼哥王雷一下子也被拆出来啦 怎么办 怎么办 各位 怎么办 真的打不赢耶 打不赢耶 我们看一下我们直播卖鱼的王雷哥呢 总共被拆了几次 总共被拆了三千四百一十六次啊 王雷也这么好拆 不是吧 各位我还有什么可以拆啊 魔王体 我这一体呢 我觉得要是神灯精灵能拆到 就厉害了好不好 我今天 其实有很多观众有留言叫我拆这位 拆这位人物 可是其实这位人物呢 我不知道拆了之后 神灯精灵会不会就直接被我打败 所以我一直留着 这一次我决定要来挑战 我们的神灯精灵 这一体魔王体 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一体魔王体的人物是谁 我要拆我女朋友 我要拆毛毛 他要确定说出毛毛 说出毛毛 我才算他过 没有的话就算我赢了好不好 来 你描述对象是女性吗 是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了好不好 台湾人吗 台湾人 他跟游戏实况有关吗 有 跟游戏实况有关 他长着猫耳吗 没有 他没有长猫耳 是不是 FGO中的黑症的 不是 不是 虽然他也蛮薄的 不是不是 他是椰子罐头的角色吗 我希望啦好不好 我希望他是啊 不是 你描述对象有露过脸吗 有 有在我的频道有露过脸 有 不是吧 等一下 你怎么问这种问题啊 你是想要被我 我要被黄标是不是啊 你在搞什么东西啊 呃 呃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描述对象家有狗吗 他可能是狗吧 没有 我等下被打 不行 他不是 他不是狗 没有狗 你描述對象是个孩子吗 他已经不是个孩子了 一个 年轻那么大的人 你描述的对象是舞台剧演员吗 不是不是不是 什么 发生技术故障 请重视 真的假的 重视重视 不知道他是智障吗 什么东西啊 等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神的经理开始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啊 不知道他是智障吗 他不是智障好不好 为什么要骂人 你描述的对象是男性吗 不是 我第一次玩到他技术故障 太扯了 你描述的对象经常被纪念吗 没有没有没有 你描述的对象是红石口袋的成员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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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描述的对象 在开心宝贝动画中吗 没有没有没有 你描述的对象是台湾实况主吗 不是 我看你怎么猜 不是 你描述的对象跟传说系列有关吗 没有 你描述的对象是游戏实况主吗 他不是游戏实况主 这个人是不是两个字 是是是两个字 是同性恋吗 不是 你描述的对象经常肉奶吗 没有 他也没有肉奶 他也没有的肉吧 哎哎哎我被打了 你描述的对象跟一位男人相爱吗 有啦有啦 他跟我相爱嘛 好不好 你描述的人姓张吗 不是不姓张不姓张 你描述对象短头发吗 不短 你要输了 求求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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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可不是 好不好 继续继续 来来来来 我看你怎么猜 你描述对象结婚了吗 我们还没 我们还没结婚 谢谢 没有养猫 你描述对象超过订阅数 呃 订阅数超过十万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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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认识你吗 你描述对象认识 哎 我我知道了 这时候如果选4的话 反而会误导视听 我们应该要 我们应该要假装自己是观众 假装我是观众 我假装我们是你们的一员 我是你们的一员 然后 我跟毛毛的关系呢 是不能让 跟我没有关系 我不能用我的视角来猜 因为用我的视角 他一定会猜不到 那我们要用 大家的视角来看毛毛 所以我现在不是他男友 我现在是光仲 然后我现在要猜 双生日小光的女朋友毛毛 OK来 对象认识你吗 不认识 对象有戴眼镜吗 有 对象有哥哥吗 没有 你描述对象是YouTuber 不是 你们很熟吗 我是观众 我们不熟 你描述对象经常戴口罩吗 他也蛮常戴口罩的 超爱戴口罩的好不好 有 蛤 蛤 蛤 What the fuck 呃呦 这太恐怖了 这太恐怖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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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剑体的 这是谁剑体的 毛毛双生日小光的女朋友 你太可怕了吧 你不要吓我捏 诶 好可怕诶 到底是谁把他剑挡的啊 Oh my god 起鸡皮疙瘩了 呃呃呃呃 是是是是 他总共被拆了73次 到底谁这么无聊 拆了毛毛拆了73次啊 好啦 各位 各位 这五题我们又 被 被我们的神灯精灵打败了 好不好 那大家呢 也是可以在下方留言 你们想要猜的角色 或者是你们觉得 神灯精灵猜不到的角色 不过呢 前提是 小光要对这只角色熟啊 如果大家打了一些角色 是什么游戏的角色啊 完全没玩过 或是完全没看过的动画角色 我其实也没有办法猜 你知道 大家可以猜一些 诶 我觉得小光 他一定有看过这个角色 而且他又很难猜的 好不好 欢迎大家下方留言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希望有到2000站 来第五集啦 好啦 那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点下订阅以及分享 那我们下次见 掰掰 来吧 1 2 1 3 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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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1 2